大家好,我是焦棉宇的张老师,我是华侨 只要是听过我几次视频,我每次都会介绍哦 好,那今天我们在这边呢,先还没有讲我们的课之前 今天我们主要是要讲一些公司工厂一些用语 之前有那个同学说想要学一学这方面的 所以这个我们最近会学两三个这个视频 就是专门在公司也好,工厂也好,也可以用的 那首先呢,我们在这边呢,可以先介绍给一下说 那个跟缅甸人打招呼,是怎么打招呼的 就是说一般我们其实都知道说 只要是要来缅甸的都会学一学嘛,对不对 就是说明格拉吧,这样子会开始来打招呼 其实明格拉的意思,它本身就是吉祥的意思 所以等于说一见面就是祝你吉祥,这样子也可以这样讲 而且这个明格拉,其实好多我们在缅甸的一些店名啊,公司名啊 就会有很多都会用这个词,像我们那个大车站 就是去各个外省的那个大车站的话就会说 阿明格拉,阿威地,那个明格拉,你看 或者是有一些小吃店就是明格拉,什么这样子 反正这个词呢,是用的蛮多的,因为它本身词也好听嘛 意义也好嘛,对不对 那么只不过是说,有些会在那个就是说 可能比较正式的场合上,我们会看到那个明格拉吧 的话,他们就会手势,就会这样子明格拉吧,对不对 那其实我们一般如果不是很正式的 的话,其实我们不会用这个手势的 其实好像相比起来,可能泰国还会用的比较多 所以呢,其实一般,你见面也好,或者什么也好 其实都不需要这样,除非是针对外国人 或者是,还有我们是宗教嘛,那针对那个宗教方面的 才会用到这个手势,所以其实一般呢 你只要讲是跟人打招呼的时候明格拉吧 其实呢,你只要稍微点头微笑一下 明格拉吧,这样子其实就已经是很好了 不需要那个手势的,因为那个太正式了 而明格拉吧的话呢,你可以别人跟你讲明格拉吧 你也同样讲明格拉吧就好了 只不过这边呢,还会稍微有一点差别是有什么呢 就是,男性女性会有一点点那个,你想的更好听 你想讲的更好听,比如说明格拉吧 这是女性来讲的,是女性讲话的时候的一个句委词 明格拉吧,这样子就会听起来非常的好听 然后你那个声音,就比如说各位可以听一下 在机场啊,或者在柜台啊,那些女孩子讲话 她就会说明格拉吧,这样子就会听起来很好听 而这个信是只有女性专用的,男性是不可以用 那男性要用什么?男性其实就用你那个词 她那个呢,也可以用句委词 她就是明格拉吧,可以这样子,那就会很好听 当然你这个是要看床那个情况啦,不一定说都要用 不是说,一好听都要加进去,不是的 如果是平辈,很熟的人,其实不需要 当然你可以说,见到那个政府高管,你去见她 你可以说明格拉吧,这样子其实蛮好听的 或者是第一次正式见面的,双方两个公司 两个工厂的人见面,你可以说明格拉吧,这样子蛮好听的 所以这个信跟kengbia都可以,比如说我们常常会听到说 缅甸员工跟你解释的时候,他会说,好给信 这样子信就放一个 其实大多数这一个呢,是比较可以算是很尊敬的时候用的一个词 明拉吧信,好给信,好给信,好给kengbia 或者kengbia,kengbia,其实都是一个句委 所以这个打招呼可以这样 但是除了这个明喇叭以外,明喇叭是比较针对第一次见面的 如果说这个人是你偶尔会见,你每次不需要讲明喇叭 你可以说,啊,你刚啦 其实你刚啦,它真正意思是身体好吗,这样子 但是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打招呼的用语 所以它就变成,你刚啦 那你刚啦,你就不可以像明喇叭回答他,你刚啦,不行 你刚的,就用到我们那个句为词,它是肯定句的 所以就是你刚的,你刚把的,这样子都可以用 而如果说,哎,那除了这一个以外,你说还可以稍微再加一下 说,啊,嘛对啦,加笔,就是好久没见了,你刚啦 嘛对啦,加笔,你刚啦,啊,你刚的,你刚把的 哎,就是出了名喇叭,这个也可以讲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那个,免语的打招呼用语 那我们要注意这个,shin 跟肯定 有些会说,啊,结束吧,shin 哎,谢谢你 结束吧,pia,这样子,哦,好,那这个我们就稍微学会了这个问候语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讲,我们正式要上课的工厂,那个公司一般用语 我们这边呢,会稍微讲一讲那个单词,然后再讲几个例句哦 好,如果您觉得学得不错的话,不要忘记订阅哦 还有请分享给你的朋友,好的,谢谢,那我们来开始咯 好的,那今天我们要用的呢,是公司工厂用语 公司一般我们就说工本里嘛,就是跟英语一样 工厂是se용,然后用语就是don,se용 用就是don,语,单词之类的,我们就说se용 工本里,se용,don,se용 hello,好,我是张老师哦 好的,第一个是财务部,财务的称法我们就说是benna ye,benna ye 然后部门就说ta na,什么部门,betana le,讲ta na 总务部,我们就说at tui tui ta na at tui tui,就是杂的,总的,这样子就说at tui tui ta na 然后是办公室,yong kan,yong kan manager,yong kan ma,经理在办公室,这样子,yong kan 财务部,banna ye,ta na,banna ye,ta na 总务部,at tui tui ta na,at tui tui ta na 办公室,yong kan,yong kan 第四个,释迦,shound the king queen 这是比较正式的用法哦,shound the king queen 一般呢,它是就除非比较要正式说,就是说 Gesashiro queen you de,我有点是,queen you de,就是这个shound the king queen 它不一定会讲出来,这样子哦,所以它是shound the king queen queen,一般就是价,queen you de,就是请价,就是拿价嘛,you就是拿,所以quen you de,就是我想请价 那下一个是公 DES那下一个是,公链夹, investments seja, nous就是努力 With the king. 公链夹就说是,lo de,quen,寄赛 其中 low,是工作,erando,dag 就是年龄 寂赛,就是年龄,所以adaANO LE,就是你多大了,几岁了,这样ada 是年龄,所以工作的年龄的价嘛 So,是工作的年龄的价嘛,所以就叫公链夹 Lo de queen,lo de queen 然后是病假 那么病是本来是 对不对 那么这里第一个说法 如果你会pia的话就pia na queen 那就是疼 其实这样的意思 pia na queen是病假 可以这样说 但是这边呢 我们另外一种说法 叫做say queen say其实是 单独一个say是药嘛 吃药就是say到嘛 所以say就是跟医院啊 say用 say这样有关系的 所以他就是医疗的病嘛 假嘛 这样所以他就叫say queen也可以 pia na queen也可以 所以是shound the queen queen loat the queen say queen 那产假 产呢我们就说是mipua mipua就是生产的意思 du miipua你的 他在生产 所以请假了这样 所以quen就是 quen就是假 mipua queen 然后是无心价 那么无心就是没有工资的话 就是工资是拉撒 u就是me 当然那个平常我们是不讲这个me嘛 这个me他当然是在有一些词上有的 所以拉撒 所以拉撒 mipua queen 这样 好婚嫁 那结婚是mingla sau嘛 所以婚就婚嫁就是mingla queen 这个就比较好记因为学过 mipua queen 拉撒 mipua queen mingla queen 下一个是工商家 那么工商就是伤就是受伤啊什么的 我们就说是tikai dan ya queen 其中tikai是被伤到了碰到了 这样叫做tikai 但是他也比较算是书面语的 一般我们就说t就可以了 比如说他你拿着东西碰到他了 你说哎 sorry ba sorry ba 别拿ti大了 就是你碰到哪里了 讲别拿ti 单独一个tik就可以了 然后这边还有dan ya 就是伤口 所以tikai dan ya queen 这样子 他就是工商家 然后下一个是商家 商家呢 它是一个固定词 就是na yi na yi queen 而这个na yi 所以呢它是比如说 na yi si le 那里好像有那个商事 在办商不要去 这样na yi 它就是一个固定词 所以就是na yi queen 好下一个是劳工部 那劳工部是alotma 是员工 就是工人是alotma yong一般就是说办公室部门 这样子的一个简称 所以就是alotma yong 就是劳工部 呃那各位都知道 我们这边最近好几年都是员工 比较爱示威 爱罢工嘛 所以可能很多东西材料 都需要上交给劳工部 需要去劳工部协商的 什么的这样子 所以劳工部就是alotma yong alotma yong 好下一个是材料 就是共间 共间一般 然后是委托书 goesle lue sa goesle是委托人 这边是goesle 我是委托人 goesle le就是移交这样的意思 然后sha就是文字 书材料这样的意思 所以就是goesle lue sa goesle lue sa 然后是资料 sha yue sa dan sha yue本来是指 当然sha dan是文字 这样的意思 sha yue sa dan 比如说你去办 去一个什么部门 他说sha yue sa dan 巴拉拉 你有带资料来吗 sha yue sa dan gong jian goesle lue sa sha yue sa dan 下一个是双面交 双面交的话呢 一般的交 我们就说是对 对 然后双面是那就 nepakete 然后这个是 对是交 如果是交水 那就不一样 那是goe 那就变成果 不一样 水的跟这个 交是棉语说法 是不一样的 nepakete 当然普通的交代 你就说对 对系啦 nepakete 定书机 steb la 其实它是英语的 直接就用那个英语来讲就好了 steb la 当然我们免试拼法也是有的 steb la 然后是照片 我们就说deb la deb la deb la 好的是下一个是表格 它也是从英语来的 但是免文它也有拼法 就是用这个音来拼的 就是放 放屁吧 就是你先填表格 放 然后是日历 日历我们就说是b la gting 就是日历的假期 我们免语上会说是b la gting 就是我们一般看那个假期 什么我们会看日历嘛 所以看一下日历 日历的假是怎么写的b la gting 然后是派车单 当然这个派车单啊 可能 那我们这个派车单呢 它其实一个工厂跟一个工厂 就是各个公司可能中文叫法 可能会不太一样 有些可能就不用派车单 就是你那个车出入 你要用车的话 你必须要填那个派车单之类的嘛 那我们免文呢 可能免语上呢 可能有些讲法可能也会稍微会有一点点的那个区别 因为像有些我们东西 特别是工厂用的一些东西或者什么 其实我们缅甸本来是没有的 只不过是外资进来了之后 才会有的一些东西的话 可能它就是会按照实际上的用法 这样子自己工厂自己用的一些词 可能会有很多这一种 所以这边呢派车单 我们就一般就说 Ga Dua Queen Ga其实是车 Dua是去 就是车子可以去的一种批准 一种申请 这样就说是 Ga Dua Queen 那比如说外出单 就是你要填外出单 那我们就说 I've been Tua Queen I've been就是外面 Tua就是出去 Queen就是也是批准的 我们就说 I've been Tua Queen I've been Tua Queen 也把你先写一下外出单 先申请一下这样的意思 好 政府部门 我们就说 I've been Tua Queen I've been Tua Queen 是政府 Yong 刚才说过 是部门办公室这样子的统称 I've been Tua Queen I've been Tua Queen Dinae I've been Tua Queen 今天政府部门是不开的 好 下一个是检查 检查我们就说 Sisi La Sisi me 我会来检查 刚刚是Sisi吧 你好好检查一下 这样 I've been Tua Quee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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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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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个是主管 主管好像之前 我们有讲过另外一个词 是Darwin Can 这边呢 我们用了另外一个词 叫做Tana Mu Tana是部门 部门的一个长官嘛 所以就叫Tana Mu 其实都可以 Darwin Can Tana Tana Mu 都可以 助手 Let out 其中Let是那个手嘛 所以帮助的 所以呢 它就棉语上也有一个手字 所以就是Let out Let out 比如说Let out manager 助理经理 Let out 然后是美洲 Apessi Apessi 就是它的一个固定词 Apessi 所以呢 是Tana Mu Tana Mu Let out Let out Let out Apessi Apessi 那下一个是新人 Ludic Ludic 是人 Dic 是新 Ludic Ludic Kotare 我有叫着新人 Aludic 当然就是新员工 辞职 Apes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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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下个月要辞职 Apessi Apessi 其实是很简单的 Trad 就是出嘛 就是我要走了嘛 所以就用Trad 而开除的话呢 就相差一个词 它就是Alotou Do Alotou Kanjade 当然这个要加一个被字 因为它是被开除的 Alotou Kanjade 所以 新人 Ludic Ludic 辞职 Alotou Alotou 开除 Alotou Alotou 好的 最后还有几个 食堂 食堂我们就说是 Sapposan 或者是Sapposan 本来Sapposan 是那个跟食堂有关系的 厨师Sapposan 这样 所以它就Sapposan Sapposan 一般就是说 楼这样子的意思 比如说 A楼 B楼 C楼 我们就说 A桑 B桑 C桑 所以这个桑 是楼 所以现在呢 食堂就说是 Sapposan 或者Sapposan 也可以说简单一点 小型的就说 Sapposan 这样也可以 好工资是 Lasa 刚刚有说过 Lasa Lasa Blaude 工资多少 然后是厕所 In da In da 这个词比较重要 所以我们常常在每个单语言都会有讲到这个 In da Sapposan Lasa In da 好的那最后三个是会议 会议我们就说 I see away I see away Long chung yi Go Dwa mi ba 你去问一下保安 Long chung yi 就保安 u的话就说 Long chung yi Git Git 就是一个小站口 这样子 所以是Long chung yi Git 然后是宿舍长 宿舍是 A sound 然后宿舍长就变成 A sound Mu 加上一个Mu 刚才Sappos Mu 也是厨师长 这样子的意思 所以就是 A sound Mu I see away Long chung yi A sound Mu 好的那接下来呢 这边我们就要开始讲几个例句 第一个是 去财务部结账 那去结账 是在那个聚委词 所以要放在后面 财务部是 Panaji Tana 可是好多时候呢 我们可以简单一点 所以那个Tana 其实你不放也没有关系的 Panaji Ma Syen Dwa Syen Dwa 这里漏了一个Dwa 应该是可以Syen Syen Dwa Syen 其实都可以 这边呢 其实如果你想放聚委词 可以放一个靶子 因为是你让对方去做的 这个呢 也要看那个情况 如果你是经理 你的员工来跟你这样 你就不用放靶 就是比较命令式的语气的话呢 Panaji Ma Syen Syen 这样就可以了 Panaji Ma Syen Dwa Syen Panaji Ma Sy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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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a 这样子可以放一个Baa字 放不放都可以 这个可以自己看哦 这个是总物负责的 这个Daga 这是Daga 总物部 Athuytuytana 负负责的 Dawin Yuda Dawin Yu 就是负责 Badu Dawin Yuda 谁负责的 所以这里又有一个新的词哦 就是Dawin Yu Daga Athuytuytana Dawin Yuda 我想请病假两天 真的 病假 Pana Qui 或者是 Sequi 都可以哦 所以我们用了不一样的 Juna Pana Qui 两天 Naya Juna Pana Qui Naya 现在名词再讲那个量词 Pana Qui Naya 想请 Yu Chen Naya 请假的请就是Qui Yu Yu 就好了 然后想是Qui 具为词 Juna Pana Qui Naya Yu Chen Naya 或者是说 Juna Pana Naya Kuynaya Yu Chen Naya 因为我生病了 我想请两天假 你都可以看情况来自己连起来讲哦 第四个是 我下个月十号开始情产假 我嘛肯定是女孩咯 所以就是Juna 下个月 Nao La 十号 Sei Yen Sei Yen 开始情产假 那么 Sei Yen Ga Ni Ga Ni 就是开始 Sei Yen Ni Ni Mipua Kuyn Yu Mai 产假 是Mipua Kuyn 情就是Yu 嘛 所以就 Juna Nao La Sei Yen Nao Nao La Sei Yen Ni Ga Saa Mipua Kuyn Yu Mai Nao 那第五句是 我需要写委托书吗 Juna 需要放后面 需要写都要放后面 委托书是Gosler Luiz SA 然后写是YEN 本来是需要是RO就好了 Yen Lu La 就好了 可是呢 每需要到这个需要这个词的时候 他都要加一个主词 po je po lo la 我需要来吗 la po lo la 所以呢 一个动词跟需要在一起 中间一定要加这个po字 等于说需要 他就本身就需要这个po这个词 所以呢就是 je no goza le lo esa je po lo la 我需要写委托书吗 下一个是我们的产品 需要用双面胶 我们的产品 je no do je to go 需要用放后面双面胶 na pa ga te na pa te 那个ga字不放 直接说na pa te 也是可以懂的哦 有些也会用说de pa te 用英语的双面这样来讲 je no do je to go 产品是透过na pa te na pa ga te 需要用 用是dong 所以像刚才一样 要放那个po dong po lo de je no do je to go na pa ga te dong po lo de 明天 明天他们的主管会来见我们 明天 明天 们的片 他们的主管 do do je 主管 大温看 或者是tana mu 都行哦 我们 真的都狗 我们是冰语 所以要加一个狗字 来见 na do je 会不用另外放 因为他会就是将要这样 所以他具备词用一个me字就能够代表了 maneb sen dudu je dawinkan je no do go la doi me 好的 第八是 每周来几个新人 每周本来是abessin 但是呢 也可以直接说de pa te 一周嘛 一样的 对不对 所以呢 就是de pa te lu de 就是那个新人 ben de yao la me le ben de yao la da le la de le 都行 这个就是说未来式的 也不知道 所以呢 就说了de le de pa te lu de ben de yao la de le de pa te lu de ben de yao la de le 几个就是ben de yao 好的 第最后两个 第九 吃饭必须在食堂吃 吃饭 tomi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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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的话 吃饭 这样子的用法 tomingo 必须在食堂吃 saposal 就是在食堂 ma 就是在 saposal ma 必须吃 saya me saya是吃 ya是必须 所以saya me 他也是一个 就是 不是已经过去的 正在未来 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就用了一个 me字 tomingo saposal ma saya me tomingo saposal ma saya me 这是针对这个 吃饭这个词来讲的 所以可以放一个 go 不放也没有关系 好 你可以去跟宿舍 宿舍申请 就是宿舍长 asal mu 这里 根 就是 ne asal mu ne 去 就是 ta 申请 我们呢 本来是 那个申请 这个词 我们就用简单的 就说 saya ta saya 可以 就是 lo ya de 这个可以 是必须要放 lo 这个助词 如果您还 这边还不太听懂的话 前面我们句型 已经讲过 这个可以了 那可以稍微再去看一下 asal mu ne tua siao lo ya de 就是句位词 一定要放 asal mu ne tua siao lo ya de 好 dini lo de lau ba ve 今天就这么多了 dini de lau ba ve 如果各位觉得 学 可以学得不错的话呢 不要忘记 分享 还有点赞 anò t员 de mare 谢谢大家